东周系列连环化 成仆之战 且说楚将成德辰领兵围攻诵经 呼接楚成王退兵的命令 成德辰自是勇猛 以为虽扬早晚就可攻下 不愿意撤 便派大将斗月娇去面奏楚王 斗月娇到了深城 向楚王转述了成德辰的话 宋都就要攻下 为什么放弃 如果碰到晋国就跟他们决议死战 躺不能取胜 愿受军阀处置 楚王听了 没有作声 只挥了挥手 斗月娇便退了出去 楚王照前任令引子文道来 和他商议 子文答道 晋就送 是想做霸主 晋做了霸主 对楚国不利 现在能够和晋对抗的只有楚国 楚国要是退让 那崇尔就做定霸主了 况且曹 为本事亲近我们的 看到我们退让 那必然吓得倒向晋国了 楚成王听从了子文的话 就把斗月娇叫来 要他回去转告的晋 不要轻易和晋军开战 能够讲和就讲和 斗月娇见楚王不坚持要他们撤军 心里暗暗欢喜 奉命去了 月娇回到营中 向德辰道了楚王的意思 成的晋非常高兴 想 楚王不叫我撤军 不但可以恭送 还有和晋军作战的机会 就对斗月娇说 我们集中兵力 先把虽阳恭下再说 斗月娇道 我也是这么想 第二天 成德辰率领大军 猛攻虽阳 夜已继日 攻势一刻不停 虽阳的守军也是拼死抵抗 宋成功见楚军攻势猛烈 着慌起来 门隐班上前献祭道 这是晋军只知道楚王就位的兵已经走了 却不知道的陈维宋的兵还没退理 陈愿冒死出城 再向晋军求救去 宋成功沉吟了一会道 一再向人家求救 怎么可以空着手去呢 就把裤藏中的宝物 造成侧击 交与门隐班带去 献给晋军 门隐班要求再派一个人同去 宋成功便家派了大富华秀佬 两人辞了成功出巢 来到门隐班家里 商量出城的办法 两人商量停荡 当天深夜 城楚军房被懈怠 就偷偷地坠出了城 两人偷过楚营 一路到了曹国境内 拜见了晋文公 送上宝物侧击 陈诉虽扬被围攻的危急 文公安慰了他们一阵 答应派兵援救 并派人送他们回后营休息 文公和仙枕商量 虽扬危急 不能不救 可是楚军是大 我们没有取胜的把握 最好能争取其 秦两国的帮助 可是他们和楚并无冤仇 未必肯答应 怎么办呢 仙枕献了一计 仙枕说 我们受了宋国的财务去救宋 就谈不上义气 还不如不收 叫宋国拿这笔礼分送给其 秦两国 求他们出面讲和 要是楚国不答应 其 请赶到丢脸 就必然会帮我们一同攻楚了 仙枕接着说道 曹 为是楚的盟国 宋是楚的仇敌 现在我们已占了曹 为 可以把这两国的土地送给宋国 这样一来 楚更恨宋了 其 秦去请和 再也不会答应了 说得文公拍手较好 文公便把门引班和华秀老赵来 说明自己不受礼的原因 叫他们把宝物分献其 秦两国 秦两国出面讲和 文公又保证说 如果其 秦出面讲和 楚国还不答应的话 晋军已准备好 立刻开赴虽扬援救 门引班到了秦国 参见穆公 献上宝物侧集 说明来意 穆公问他楚王现在哪里 门引班说 楚王愿意解围 已经退到深城去了 只有城的陈滩公不退 因此不得不请上国帮忙 穆公听说楚王已退 只是城的陈不肯解围 便答应派人求情讲和 当下 派了公子直到楚营去 那华秀老到了齐国 说得和门引班一样 齐昭公也派了催妖 做使臣相得臣讨情 不久 门引班和华秀老回到晋营 说齐 秦都派人到楚营去了 文公按照先诊的计策 对他们说 寡人已灭了曹 喂 这两国尽宋的土地 都送给你们吧 当下派胡彦和虚臣领 他们去接收土地 胡彦领门引班收取卫田 虚臣代华秀老接收曹地 他们分头把地方官全部赶走 另派了宋人管理 被赶走的地方官到楚营 向承德臣诉苦 这时 承德臣正在接见秦始公子直和起始催妖 谈论与宋国讲和的事 地方官告诉德臣说 宋大夫门引班 华秀老倚仗进国的威风 把我们管的地方都夺去了 承德臣哪里纳得住 立刻跳了起来 盯着公子直和催妖 嘿嘿冷笑了两声 宋人胆敢这样欺负曹 喂 哪里像个讲和的 两位的好意 实在不敢领教 休怪 休怪 公子直和催妖本想再说几句 承德臣服秀退回后赢去了 两人讨了个没趣 只得告辞回国 这时禁文公得到消息 已经派使者在半路上赢候他们了 那使者说是文公请他们到禁营会面 公子直和催妖来到禁营 文公大排言席 招待他们 文公说 承德臣骄横无礼 逼得禁军不得不战 请你们两国出兵帮忙 如何 催妖和公子直满口答应 他们住了两天 便各自回国去了 再说承德臣拒绝了其 秦的请和 发狠要夺回曹 魏的师弟 楚江晚春献祭说 禁灭曹 魏 不过是魏就送罢了 如果元帅派人到禁营去 要他们放弃曹 魏 那我们也可解送的为 大家罢兵 这不更好 承德臣说 如果禁国不答应怎么办 晚春说 元帅可下令暂不进宫 把意图明告宋人 如果禁侯不答应 不但曹 魏怨他 宋国也要恨他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争取三个国家 也就有获胜的把握了 德臣认为是调好计 便下令停止进宫虽阳 一面派晚春到禁营去 晚春见了文公 说 楚河曹 魏是盟国 就如同禁和宋一样 君侯如果使这两国复国 德臣也愿意从虽阳退兵 大家讲和 免得互相厮杀 晚春话还没完 早恼了虚臣 大声说 紫裕好不讲理 你放开一个攻不下的宋国 却要我们放弃两个已经给我们灭亡的国家 哪有这样便宜的事 仙枕在旁 急忙暗中踢了一下虚臣的脚 虚臣会议 便没有再说下去 仙枕抢上一步 对晚春有礼貌的说 曹 魏二军的罪还没有到应该灭亡的地步 寡君正打算让他们复国力 请你先到后营安息 让我们商量了再说吧 晚春被领走以后 虚臣问仙枕道 难道你真要听他们的 仙枕笑道 那话不可听 也不可不听 因这明明是紫裕的诡计 不听 曹 魏 宋三国必然都怪怨我们 听了 这个人情又给楚国所得 文公和虚臣急忙问 那怎么办 先诊道 我们思许曹 魏二军复国 曹 魏就离开楚国 归赴我们 再居留晚春 把德臣激怒 德臣的性格暴躁 必然移兵前来 这样送为不救而自解了 文公虽然认为是个好办法 但想起从前出王时 在楚国很受优待 一时道翻不下脸来 鸾芝在旁说 楚吞并小国 侵略中原 明明是欺禁国无人 主公要做霸主 怎么能雇这些小恩小惠呢 文公觉得有理 当下派鸾芝把晚春拘押起来 处使的随从全都赶回 并要他们回去传话 晚春没有礼貌 以行囚禁 代拿的承得陈一同犯罪 接着 文公又派人去见曹 魏二军 表示只要他们和楚绝交 便可以复国 曹贡公和魏成功听说可以复国 哪顾的什么厉害 便各自写了绝交的文书 派人送到楚营 再说 晚春的随从回到楚营 向承得陈报告了经过 承得陈气的面孔铁青 暴跳如雷 骂道 虫儿呀 你这老贼 当初在我国中 是我刀针上的一块肉 如今做了国君 便这样的欺负人 正在发怒 帐外小卒近来报道 曹 魏两国有文书送来 得陈暗想 两人已是亡国之君 还有什么文书 敢是打探的晋国什么破绽 思来通报 该是天助我成功了 他拆开文书 一看是绝交的话 心头一股无明火 直透上三千丈 双脚乱踩地吼着 这又是老贼逼他们写的 老贼 老贼 今日有我无你 有你便无我 定要拼个死活 他传令撤掉虽扬的包围 利益要去找众儿厮杀 窦月娇劝道主公曾叮嘱过 不可侵占 元帅要战 还需秉命而行 何况其 秦两国曾为宋求情 恨元帅不从 必然派兵驻进 窦月娇来到申城 向楚王说明了来意 楚王很生气 叫他不要和晋国开仗 怎么强要出师 他能保必胜吗 月娇说 元帅有话在前 如若不胜 甘当军令 楚城王心里总不快意 就只拨了一千名老弱的兵士 焦窦一身率领 跟着月娇前去 承德辰的儿子承大新得到消息 赶来见楚王 自请聚集家兵六百人前去驻战 楚王也答应了 承大新率领了家兵赶上斗一身 三人合兵一处 赶奔虽阳 到了虽阳 承德辰看只派来这么一点儿兵 心里有气 愤愤地说就是一个不天 难道我就胜不得进军 他立刻升仗 发布命令 窦一身合正 徐两路诸侯为左军 窦伯和臣 蔡两路诸侯为右军 自己和儿子 窦月交为中军 分三路向曹靖出发 承德辰的三路军 风驰电掣一般直逼曹靖 在靖侯大寨前面 分座三处安营屯扎 文公得到消息 盲罩诸江记忆 先诊说 紫玉中了记了 我们这次出兵 本意要给储君一个下马威 何况他们出征已久 锐气已失 这正是一个机会 我们一定要打 不能放过他 胡言说 从前主公出王在储 曾经答应储王 如果将来两国交兵 晋军愿意退避三社 现在不能失信啊 兰芝和仲江听了胡言的话 都胡起了脸 纷纷叹道 以君必臣 这是耻辱 不能这样做 胡言解释道 紫玉虽然骄傲无礼 但储君的恩惠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必的是储国 并不是怕紫玉啊 鸾芝则问 如果储兵追来 怎么办 胡言说 如果这样 紫玉以臣逼君 就是他的理亏了 我们再三退让 他竟紧追不舍 我们的将士必然发怒 凭发怒的将士 打他们的交兵 岂有不胜之理 文公听了他们的争论 觉得胡言的话很有道理 便下令退兵 退了三十里 军力前来报告 以退了一射了 文公仍令继续撤退 一直退了九十里 到了城仆地方 文公方叫安营扎寨 这时 齐国派大将国归父 崔妖 秦国派大将秦穆公的 儿子小子印 白以炳 各带了人马来驻战 宋国因虽扬之为以解 也派了司马公孙雇来 于是文公拜先证为中军元帅 指挥各国大军 准备迎敌 再说 储君见晋军移营退避 都很高兴 窦伯对承德臣说 晋侯以军避臣 我们也算有面子了 不如趁机班师 虽然没有立功 也还不至于有什么差失 德臣听了 发怒说 我已请兵天将 如果不打 怎么回去复命 现在进军退避 已丧失了士气 应该迅速追击 说着 立刻传令三军速进 储君赶到距城仆不远的地方 城德臣查看了四周的地势 选了几处险要的地方安营 准备和进军决战 晋将看到储君聚险安营 纷纷要求出兵 把那些险要夺回来 先诊劝他们不要这么心急 他说 聚险是用来固守的 紫玉远来 在攻不在守 聚险对他又有什么用 晋文公对战胜储师 并无把握 有些不安 先诊安慰他说 现在是势在必打了 胜 可以称霸诸侯 即使不胜 我国外边有河 里面有山 形势很好 足以自首 楚国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主公放心好了 次日天刚亮 储君便派人来下战书 文公拆开来看时 那战书上写道 储兵想和你们的将士戏耍一下 请君侯凭着车篮观看 德臣也愿意奉陪力 文公把战书交给胡衍 胡衍看了 正色对文公道 交战 是流血的事情 而紫玉却看作是戏耍 竟轻率地对待 他这样子 怎么能不失败啊 文公叫鸾之血回书 回书上这样写 寡人未望储君的恩惠 所以净退三赦 不敢和大夫对敌 大夫定要官兵 怎敢不从命 请把人马调度好 明朝在战场上相见 文公将书信交除时代回去 随后 先诊检阅兵车 共七百成 精兵五万多人 齐 秦 宋三国 还不计算在内 文公登上高处观看 见队伍严整 进退有节 不禁赞叹道 这还是戏谷训练出来的兵力 这样的兵是可以一战的了 先诊调兵遣将 胡毛 胡衍领上军 和其将催妖攻处左军 兰之 虚臣领下军 同勤将白以丙攻处右军 自领中军 又叫巡邻赋和士会 各律五千人为左右两亿 准备随时接应 众将领命而去 先诊又请国归父和小子 印个引本国的兵马 从小鹿抄出储君背后埋伏 只等储君败阵 便去攻占他的大寨 这时 卫抽凶伤已好 自请担任先锋 先诊说道 刘老将军另有用处 从这里向南有个地方叫空桑 他和楚国的连谷地面接壤 你可埋伏在那里 截断储兵归路 擒拿储将 卫抽非常高兴 领了将令出仗 先诊又命周之桥在南河整顿船只 伺候装载储君自重 不得有误 第二天黎明 晋 储双方在南北两面列成阵势 晋国的一些文臣 保护文公在山上观战 德臣传下命令 左右二军先进 中军接着进攻 储国右军中的臣 蔡两军 想在豆博面前建功 争先冲出阵来 还未交锋 进军忽然后退 两将随后尾追 呼听得一声炮响 进阵中迎门大开 虚尘领着一只大军冲了出来 驾车的马都用虎皮蒙背 好像真的老虎一般 储军的马 吓得掉头乱跑 车夫也驾驭不住 冲乱了豆博的后队 虚尘和白以炳成乱眼杀过去 蔡君主将无心恋战 被虚尘衣抚批死 白以炳一剑射中豆博的面颊 豆博待剑而逃 储右军完全崩溃 伤亡极重 鸾芝和虚尘又按照先诊的秘迹 叫军士们穿上尘 蔡两国的军衣打着尘 蔡的旗帜到储中军去假报消息 并用战车拖着砍倒的树木 在阵后往来奔走 扬起满天尘土 装成禁军溃败的样子 他们直奔到储中军报说 右军已大获全胜 请元帅赶快下令进攻 共成大功 承得臣攀车远望 只见禁军北奔 燕尘避天 不禁喜竹颜开 晋国下军果然溃败了 急催左军火速进攻 豆一身接到命令 望见晋阵中大配飘动 料是主将所在 便领着左军抖擞精神 冲杀过来 晋上军主将胡眼迎助厮杀 没有战上几个回合 豆一身望见晋阵大乱 胡眼回车便逃 纳中军大配也在向后退去 豆一身指道晋军已溃败 便指挥正 徐两路兵一起冲杀过来 忽然间 古生大阵 先枕和戏秦率领一支精兵 从半腰里横冲过来 将储君结成两段 胡毛 胡眼翻身在战 两下加攻 正 许得军队先行惊愧 豆一身弹压不住 只得拼死杀出重围 半路上 又被齐将催腰杀了一阵 储君只管逃命 把车马丢得干干净净 豆一身砸在军事之中 爬山逃走 成的陈海以为左右二军得胜 便命中军雷骨 叫儿子成大新出阵挑战 这时 先枕已去拦截楚国左军 留下大将齐满首赢 主他坚守 切不可出战 齐满初时还能耐着 守住阵门 全部踩成大新 储君中又发第二桶骨 成大新首提画戟 在禁营前耀武扬威 齐满看他是个十六岁的孩子 暗想 亮这小子有什么本事 守到秦来 也算我立了一功 便喝叫雷鼓 开了迎门 手持大刀 冲江出来 小将军成大新立刻迎住交锋 斗了二十多河 不分胜败 斗月娇在门骑下 剑成大新不能取胜 忙驾车到阵前 看准齐满射了一剑 齐满眼快 头一低 剑却射中亏鹰 不由地吃了一惊 齐满剑成大新添了帮手 本想退回本阵 恐冲动大军 只得绕阵而走 斗月娇大喊道 这个败将 用不着追他 我们杀入中军 秦拿先枕 月娇和成大新直向晋营扑来 月娇见大将其迎风飘扬 搜得一箭 将他射了下来 晋军不见了帅齐 灯时大乱 幸亏寻林副和世会两路接应兵道 接住斗月娇 成大新厮杀 成的陈德义非凡 率领着大队储君冲江过来 他大声高叫 今天要是让进军有一个活的回去 是不回军 正在这时 仙枕和细秦兵道 两人敌筑成的陈厮杀 兵对兵 江对江 一场混战 杀得难解难分 鸾之 虚臣 胡锚 胡燕得到消息 立刻赶来驻战 晋军如铜墙铁壁一般围裹上来 到了这时 成德臣才之左右两军都败了 无心恋战 积极传令明金收兵 但已迟了 储君被进军分割成十来处 成大心一支化己 神出鬼没 率领六百家兵 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 才保护他的父亲冲出重围 成大心不见窦月娇 又反身杀入晋阵中寻觅 那窦月娇生得壮如熊虎 生若豺狼 有万夫不当之勇 精于设议 剑无须发 他在进军中左冲右突 也在寻觅成家父子 成大心看见了 便高声喊道元帅有令 将军可快行 窦月娇和成大心合作一处 抖擞精神厮杀 又救出不少储君 突围而去 晋文公在山上 望见进兵得胜 盲传遇各军 只要把储兵逐出送 为不必多事杀伤 免得伤了两国的交情 赴了储王的恩惠 先诊奉命 约束住各路兵将 不准追赶 其满为令出战 求在后军 听后发落 陈 陈 蔡 前来会合 行道空桑地方 呼听的连珠炮响 一只兵马拦住去路 当先一面骑上 袖着陡大一个位置 大旗下闪出一元 威风凛凛的老将 拍马舞刀而来 魏秋曾在楚国制服过猛兽 储兵都认得他 今日狭路相逢 各个下的亡魂丧胆 向四下里奔逃 窦越骄大怒 教成大心保护元帅 自己挺枪向前 来战魏秋 窦一身 窦伯一同上前驻战 魏秋立战三将 越战越勇 忽见北面来了一个骑兵 高声大叫 将军霸战 先元帅奉了主公将令 放楚将回去 报答从前楚王招待的恩义 魏秋方才助手 教军是分两边让开 瞪着城德臣吼道 饶你们活命 去吧 德臣又愧又怕 带着兵将慌忙奔走 到了连谷地方 德臣捡点残军 胜不到一半 德臣痛哭道 原要给楚国扬威 想不到净中了近人诡计 打了这样的败仗 我怎么能泄去罪责呢 他和斗一身 斗博换上求医 命人把他们拘押起来 并叫儿子去报告楚王 请受死罪 承大新到了深城 向楚王报告战败经过 楚王大怒道 你父亲有话在先 打不胜 甘当军令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大新叩头说 臣父自知有罪 便要自杀 是臣阻止了他 来请大王处死的 楚王哼了一下道 楚国国法 败仗的将领要处死 叫他们赶快自尽吧 不要再叫我动什么刀斧了 大新见楚王毫无怜惜 赦免的意思 只得伤心地回到连谷 把楚王的话回复父亲 德臣叹了口气道 就是楚王饶恕 我也没有面目回去见国人呀 他向北败了几败 便拔剑自杀了 窦一身也悬梁自尽 因他身子重 断了绳子 跌下地来 正要重新结代 忽有人闯了进来 说 楚侯有令 败将一律免死 原来楚王听了紫文的劝谏 想起这三人虽然打了败仗 可都是少有的将才 所以派人来赦免他们的罪 可惜德臣已经死了 留下了窦一身 窦伯原要收敛德臣和一身后再自杀 因此也得保全了性命 承大新收葬了父亲和窦一身 窦博 窦月交同到深城 向楚王拜谢 楚王听说的沉已死 想起他平日忠勇卫国 因此非常懊悔 楚王见深城不是九居之地 便回到影兜去 再说 晋文公打败了楚军 便移住到楚寨中去 楚寨中储存着大量粮草 正好给晋军吃用 文公笑着对左右说 这都是楚人在招待我们啊 其将国归父和秦将小子印等人向他道喜 可是文公脸上布满愁容 众将都感到奇怪 文公道 紫裕不是个普通的人 不要以为这次打了胜仗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文公把缴获的物资分出一半送给其 秦两国 国归父 小子印 还有宋国的公孙顾 各自告辞回国去了 先诊命人把齐蛮押了上来 将他的罪宣读了 然后就在军前把他斩了 号令道 今后要是为元帅将令的 就照这么办 大军休整了三天 然后班师 到了南河地方 少马前来报告 河下的船只 还没有准备齐全 文公派人去找周知桥来 找来找去却找不到 原来周知桥自降进后 跟随文公已久 满望重用 却不料叫他狙击船只 心中不满 恰好接的加信 说是妻子生病 他以为战事不会很快结束 便暂时回国了 军事向文公回报周知桥 离职回家的情况 文公大怒 打算叫军事搜捕民船 先枕上前说 南河百姓 听说我们打败了储君 谁不害怕 如果派人搜捕 必然逃逆 不如用厚赏来招募的好 文公听了他的话 悬赏招募 百姓们纷纷划船前来 只两三天功夫 大军便渡过黄河 晋军继续北上 忽见一队车马 自东而来 原来 周襄王听说文公 打败了强大的楚国 打算亲自前来慰劳 犒赏三军 因此派了王子虎先来通知 晋文公趁着这个好机会 和王子虎约好了日期 地点 决定在郑国建土 召集诸侯 一同朝建周天子 不久 文公得到承德辰自杀的消息 心里非常高兴 对仙枕 胡言等人说 我的一块心事放下了 打圣仗是小喜事 楚国失掉了紫玉才是大喜事 从此他们没有侵犯中原的力量了 你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公元前六三年五月 周襄王到了建土 晋文公率众诸侯前往朝拜 并献上楚国的战俘战马 器械衣甲 襄王设九款贷 并封文公为方伯 赏赐了贯符 宫石等物 第二天 文公带着宋 齐 鲁 正 臣 菜 朱 菊等国的诸侯登上盟坛 由王子虎册封文公为盟主 宣读誓词 要他们齐心合力 共服王室 然后大家煞穴为盟 盟散以后 各个回国 文公回到晋国 前呼后拥 好不威风 街道两旁 挤得水泄不通 百姓们齐声赞叹 晋国的军队多雄壮 文公真了不起 晋国兴旺了 文公回到匠城 论功行赏 以胡言为第一功 先诊第二 众将感到奇怪 成仆之战 都是先诊出的计策 现在却以胡言为第一 不知是什么道理 文公说 成仆之战 先诊说 一定要打 不能放过敌人 胡言却说 一定要让 不能失信 打仗要靠士气 不守信用的军队 士气必然低落 哪里还能打胜仗呀 说得群臣各个心服 这时 周知巧已得到 禁军获胜的消息 自知为令 怕受处分 连忙赶回将城 说是为了探望生病的妻子 请求宽勉 文公根据军法 毫不宽容 仍然将他处死 成仆一仗 打垮了楚国的实力 从此晋国兵多将广 成为诸侯中最强盛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